每次一出家门就被野生的狗围殴的 大傻老师来了 野生的 家狗一出家门就会被野生的狗围殴 以后看到野生的就会想到围殴的 所以野生的英文就是wild 我的新家终于用后木材建造好了 大傻老师提问环节 老鼠的家是用什么建造的 后木材 对 老鼠的新家是用后木材制作的 以后看到家就会想起后木 所以家的英文就是home home 我有结构上的缺陷就要倒了 我要死抓住这个丝绸 大傻老师来了 结构上的 意大利鞋塔的缺陷是结构上的 它必须死抓个丝绸 以后看到结构上的就会想到死抓个绸 所以结构上的英文就是structure 我是茶叶 天生要强 大傻老师问问你 茶叶在做什么动作 踢 没错 茶叶在踢咖啡豆 以后看见茶叶的时候就能想起来踢 所以茶叶的英文就是踢 踢 以后我们看见衬衫的时候就会想起舍他 所以衬衫的英文就是shirt shirt 哼 这里还有一间卧室 我可以摆住吗 大傻老师问问你 房客问房东什么 卧室摆住哦 对 房客问包租婆 卧室摆住吗 以后看到卧室就会想到摆住吗 所以卧室的英文就是bedroom 你们南方比我们北方还冷 磕冷死我了 大傻老师来了 衣服 北极熊为什么穿很多衣服 哦 因为它磕冷死了 以后想到衣服就会想到磕冷死 所以衣服的英文就是close close 这阀门怎么这么紧 好难拧啊 大傻老师提问时间 农民 农民在干什么 哦 他在拧阀门 以后看到农民就会想到阀门 所以农民的英文就是farmer farmer 哦 天黑了 布莱克了 大傻老师提问 天黑了会怎么样呢 布莱克 真聪明 天黑了就布莱克了 所以黑就是布莱克 黑的英文就是black black 僵尸们不敢过来 是因为他们不敢进寺庙 咱们靠着寺站着吧 大傻老师来了 因为 僵尸不敢接近书生 因为书生靠寺 以后看到因为就会想到靠寺 那么因为的英文就是cause cause waz 宝宝 你受伤了 要喝了 Baltic 大傻老师问问你 宝宝受伤了 妈妈让他干什么 喝了它 对 孩子受伤了 喝它就会好 以后看到受伤 就会想起喝它 所以受伤的英文就是hurt hurt 得了乳癌 我可能快死了 大傻老师问你 这个大米可能是怎么样 得乳癌死掉 对 大米说它得了乳癌 会死 以后看到大米就想到乳癌死 所以大米在英文里就是race race 我能幸存下来的 小猫一定要射歪我 大傻老师来了 幸存 小老鼠能幸存 小猫一定要射歪我 以后看到幸存 就会想到射歪我 所以幸存的英文就是sevile sevile 去了好多国家 我们还是爱到瑞士玩 大傻老师问问你 他们每个人都说爱去哪玩 爱到瑞士玩 对 每个人都说爱到瑞士玩 对 每个人都说爱到瑞士玩 就能出水 以后看到水 就会想起water 所以水在英文里就是water water water 老婆 我以后不出去喝酒了 我已经把保证书写在纸上了 大傻老师提问环节 这个男人在纸上写什么呀 陪老婆儿子 对 纸上写的陪老婆儿子 以后看到纸 就会想起陪婆儿 所以纸的英文就是paper paper paper 我里面装的是可乐 大傻老师来问你 这个彩色的瓶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可乐 对 这是一个彩色的瓶子 里面装的是可乐 以后你想到彩色 就会记得里面装着可乐 彩色 英语里就是color color 妹妹落了一个字 哥哥不辣字 大傻老师提问时间到 妈妈夸哥哥什么呀 不辣字 对 哥哥不辣字 以后想起哥哥 就想到不辣字 所以哥哥的英文就是brother brother 因为你的表演非常有趣 所以冠军奖杯发给你 嘿嘿嘿 大傻老师提问时间 大师说 小丑有趣 接下来怎么样 哈 把奖杯发你 对 对 表演有趣 就会把奖杯发你 以后看到有趣的 就会想到发你 所以 有趣的英文就是funny funny 哎 奶奶对洗衣机缺乏了解 还得费神洗衣服 哎呀 哎呀 大傻老师来了 缺乏 奶奶对洗衣机缺乏了解 得费神洗衣服 以后看到缺乏就会想到 得费神洗 所以 缺乏的英文就是deficiency 得费神洗 哎 云太多 为了安全 今天 我飞得可老低了 大傻老师提问时间道 多云的天气 飞机说了什么呀 飞得可老低了 对 因为多云 飞机飞得可老低了 以后看到多云的 就想到可老低 所以 多云的英文就是cloody cloody 哎 这 这 这漂亮的大衣 这是我老婆遗体 大傻老师问问你 这件漂亮的大衣 是狐狸的什么 老婆遗体 对 漂亮的是老婆遗体 以后想到漂亮的 就会想到婆遗体 所以漂亮的英文就是pretty pretty 早晨起来剪个头发 感觉美美的 大傻老师提问环节 是谁想要剪头发呀 海尔兄弟 对 海尔兄弟想要剪头发 以后想到头发 就想到海尔 所以 头发的英文就是hair hair 儿子 爸爸开始发热了 你还冷吗 大傻老师问问你 火柴爸爸在干什么呀 发热 对 火柴爸爸在发热 温暖小火柴 以后想到爸爸 就会想到发热 所以 爸爸的英文就是father father 去工厂上班之前 去工厂上班之前要先领办公用品 给你发个锤 大傻老师来了 大家看看工厂上班之前要干什么呀 发个锤 对 工人进工厂前要发个锤 以后看到工厂 以后看到工厂 以后看到工厂就会想到发个锤 所以 工厂的英文就是factory factory 你看看你写的Y字 大傻老师问问你 天气两个字写的怎么样 写成了Y字 对 他把天气写成了Y字 以后看到天气 就会想到Y字 所以天气的英文就是weather weather 嘿嘿嘿 不要怕 我是爱你们的 大傻老师来了 动物 屠夫对动物说什么呀 哦 对动物说爱你们 以后看到动物 就会想到爱你们 所以动物的英文就是animal animal 酷热的天气 可以吃冰淇淋 你们会爱死酷热吗 我爱酷热 我爱酷热 大傻老师来了 冰淇淋店老板问 酷热天气可以吃冰淇淋 小朋友会爱死酷热吗 以后看到冰淇淋 就会想到爱死酷热嘛 所以冰淇淋的英文就是ice cream ice cream 哦 你的车也太老了 大傻老师问问你 土豆说谁的车是老的呀 偶的 对 这辆老的车是偶的 以后看到老的 就会想起偶的 所以老的英文就是old old 王子快爬入灌木 给白雪公主一个吻 救火公主 哦 哦 大傻老师来了 大傻老师来了 节目 这个节目是什么 哦 王子救白雪公主爬入灌木 以后看到节目 就会想到爬入灌木 所以 节目的英文就是program program 奴隶都死了 我只能自己擀面条了 大傻老师问你 酋长为什么自己擀面条 因为奴隶都死了 对 因为奴隶都死了 以后看到面条 就会想到奴都死 所以面条在英文里就是noodles noodles 嗯 竟然穿这么潮的裤子上街 拖出去斩了 大傻老师问问你 国王看到这条潮的裤子后 怎么说 潮就得死 对 皇上说 裤子太潮 则要死 以后看到裤子 就会想到潮则死 所以裤子的英文就是chothers chothers 各位医生 你们要谨慎地考虑好 看看黄榜靠谁来撕 哦 呃 大傻老师来了 谨慎的 医生需要谨慎地考虑黄榜靠谁撕 以后看到谨慎的 就会想到靠谁撕 所以 谨慎的英文就是cautious Cutious 嗯 我快睡着了 好困呐 嗯 大傻老师来了 困倦的 困倦的猴子在干什么 哦 噢 它在撕 丝离皮 以后看到困倦的 就会想起 丝离皮 所以 困倦的英文就是sleepy 冲天 你撕不云呀 大傻老师提问环节 春天的四肢水平怎么样啊 四不云 对 春天四不云 以后看到春天就会想到四不云 所以春天的英文就是spring 你看 我有很多很多的钱 我要买你 大傻老师问问你 九儿拿着很多钱对包说了什么呀 买你 对了 九儿说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买你手里的包 以后你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就会想到买你 所以很多的英文就是money money 一共是十一个人 你考第十名 爸爸 我下次一定好好考 别打他疼死了 大傻老师来了 大傻老师来了 第十 考了第十怎么样啊 哦 被爸爸打得疼死了 以后看到第十就会想到疼死 所以 第十的英文就是tenth 解开它 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偷东西 大傻老师问问你 警察指着夹克山说什么呀 解开它 对 警察让小偷解开他的夹克山 以后看到夹克山就想到解开它 所以夹克山的英文就是jacket jacket jacket 哎呀 锅炉好热呀 我会一直出汗的 大傻老师提问环节 手会怎么样啊 会一直出汗的 会一直出汗的 对 手好热 会一直出汗的 以后看到手就会想起汗的 所以手就是pand 老狼老狼老狼 几点了 大傻老师提问环节 小红帽在干什么呀 问时间 对 小红帽在问大灰狼时间 以后你们想要问时间 第一步是要去问 所以问时间的英文就是问 问 体育老师有事 我来带第四节课 翻开数学卷子 大傻老师问问你 书桌老师要干嘛呀 带第四节课 对 书桌老师说 要给你们带第四节课 以后看到书桌 就会想到带四课 所以书桌的英文就是desk desk 我负责长城的修建工作 这个牙抑看似是来抓客人的 想让你们去修建长城 啊 啊 大傻老师来了 修建 长城需要修建 牙抑看似是来看似是来抓客人的 我修建就会想到看似是来看似是来抓客人的 所以修建的英文就是construct construct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我这儿的鞋绝对都是真皮革做的 大傻老师来了 猪 猪卖的鞋是什么材质啊 哦 猪卖的鞋是皮革的 以后看到猪就会想到皮革 所以猪的英文就是pig pig 我爱慕你很久了 大傻老师提问环节 男人挽着女人胳膊说什么 我爱慕你很久了 对 对自己喜欢的人 要挽着胳膊说爱慕他 以后看到胳膊就会想到爱慕 所以胳膊的英文就是arm arm 我们玛雅人和埃及人比赛 谁挖了最深就代表谁的文明最伟大 大傻老师来了 文明 玛雅人和埃及人比文明 看谁挖了最深 以后看到文明就会想到谁挖了最深 所以文明的英文就是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土豆 跑步要抬头 大傻老师问问你 教练告诉土豆什么呀 跑步要抬头 对 教练告诉土豆 跑步要抬头 以后看到土豆就会想起跑抬头 所以土豆的英文就是potato potato 年轻人 少抽点烟 少抽点烟吧 你才四十岁 上楼就要扶楼梯 大傻老师问问你 这个四十岁的人怎么上楼啊 扶楼梯 对 四十岁的人就要扶楼梯上楼了 以后看到四十 就会想到扶梯 所以四十的英文就是forty forty 辽北你不要怕 我一定能赢 稳稳的 加油 奥利给 ci 大傻老师来了 赢 吕布说一定赢 稳稳的 以后看到赢 就会想到稳 所以赢的英文就是winner winn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